回來帶您關心的是 衛部部長邱太元 在日前出席醫界活動時 就談起淨零碳排 還意外爆料說總統賴清德 曾經致電 責罵環境部部長彭啟明 原來是總統賴清德認為說 臺灣的醫療院所 溫室氣體排放量是高於全球平均 所以他覺得環境部沒有給夠資源 讓醫療院所去執行減碳 那所以讓立委王鴻威說 這顯示了內閣不團結 不過彭啟明他也證實說 總統的確是有致電關心 他說未來也會跟經濟部 還有經管會合作 導入保險基金來協助 環境部長彭啟明出席 社區大學活動大談淨零碳排 只不過前一天再來一次 部長級的爆料直接點名 被內閣同事爆出總統賴清德考量 醫界減碳認為環境部投放給醫院的資源 以及經費都不夠 親自致電提點 彭啟明也證實 聚得怒了也極了 針對淨零排放 那不管是跨部會的努力 那總統都很關心 所以環境部也好 或者是衛福部也好 那我們都會去全力去推動 畢竟節能減碳 牽涉不同專業 跨部會協調 勢在必行 同時醫師出聲的賴總統 選前喊出 淨零碳排 如今親自致電 關心進度 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華視新聞 張鎮 陳清順 台北報導